今天帶來關心到另外一則的社會焦點 也就是台南永康大樓日前發生了墜樓的命案 死者在抽商擔任店員 被陳姓女店長懷疑侵占公款 而近遭到五人暴力淋虐 最後在這個月三號從十三樓墜下身亡 而警方尋先逮捕了包含陳姓女店長 在內一共六人到案 不過六人都矢口否認犯案 而檢方經過漏夜的偵訊 陳姓女店長最後以三萬元造保 台南永康一處大樓 三日中午十二點多左右 發生一起墜樓命案 因死者丁南身上有槍傷 警方認定死因並非單純的墜樓身亡 因此朝他殺方向偵辦 警方在調查死者的社會背景及財務關係時 發現死者身前因財務管理不佳 及遣不少債務 還遭到二十八歲的陳姓超商女店長 認定她手腳不乾淨 懷疑她以植物之變侵占超商公款等財務 六名嫌犯以此理由教訓報復死者 並以水管毆打凌虐 造成死者手腳等部位被打到 語情發黑 警方巡線將六人查棄到案 檢方認為曾南和劉南涉嫌私刑拘禁 因而置人於死罪 且有滅政串政之余 在五日凌晨四點左右向法院審家禁見 另外何姓少年移送至台南地院少年法庭 陳姓女店長以三萬元交報 高南方南則以三萬元五萬元交報 台南永康墜樓的命案 全案朝他殺的方向來偵辦 而死者母親就痛訴 已經匯款了二十萬元 為什麼還要這麼殘忍 讓兒子身上都是傻 還把他從十三樓丟下來 而對於陳姓女店長以三萬元交報 死者母親表示無法接受 凶手應該要一命賠一命 台南永康大樓墜樓命案 永康分局棄捕五名涉案男子盜案 朝他殺方向枕辦 四日檢察官率法醫相驗解剖 釐清死因 死者親屬悲氣不已 速度雙腿發軟快哭昏 令人聞之筆酸 他對他的在台南的債務狀況 也都不清楚 就只有說這二十萬的部分而已 我當那天晚上打電話是他們的店長打給我 那店長就一直說 他用的他那個 我現在那個報告是幫他 錄張用他那個報告還是什麼 就是總的錄下二十萬元 因為我只是說叫我會權的時候 他才會放人 他說外面有人在等 可能那時候就是有人已經要凶害他了 對方 他說要再回播給你這樣子 對 當下是也沒有什麼異狀 都沒有 他很急著電話就給他斷了 後來你也有匯款給他了 對 所以後來會搞成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子 你也很 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知名不動產借貸媒合平台 IMB 驚爆詐騙案 群台有超過五千人受害 金額更是高達了二十五億元 而平台的負責人曾國偉是一度捲款潛逃 但是檢警日前已經將嫌犯八人 拘提到案 經過漏夜開庭 目前才准曾國偉曾明祥父子收押禁件 台灣近日爆出 知名網路借貸在全投資公司 不動產借貸媒合平台 IMB經報與龐氏騙局 詐騙吸金 根據立委接獲被害人代表陳秦 根據統計顯示 該平台從2015年開始經營 曾信祖賢七年間吸金超過二十五億元新台幣 超過五千人受騙 情事局追查發現祖賢曾國偉本名曾耀鋒 不但有四海幫海鐵堂的黑幫背景 落網時還背著三條刑案通緝 警方調查 吸金集團祖賢曾國偉與女友張淑芬 父親曾明祥等人陸續成立 穿成集團及台灣金龍科技公司 穿成機構為集團母公司 夏俠包含台灣金龍等多家紙商公司 分別由張女曾富擔任公司負責人 而被害人被騙購買投資可獲利8至13% 讓不少的退休銀髮族和上班族 抱著寶本心態購入卻血本無歸 檢景清查社安人名下房地產登記轉移記錄 發現曾賢及張姓女友近年來陸續購入 包含桃園新竹珠貝的房地產 間地多達13筆 2023年初 IMB平台無法出金的投資糾紛陸續傳出 不少民眾找上媒體明代甚至司法機關 澄清檢舉 監禁監控發現曾男等人 在2023年4月底開市 陸續將名下兩間房地產過戶 意圖脫產規避被害人求償的意圖相當明確 儘管川城機構及名下的子公司 近年來進出的金流都超過新台幣25億元 但檢景懷疑均遭到真姓副職黨及張姓女友 購置房地產導致被害人血本無歸 檢景收網後發現上述的公司帳戶內 現金幾乎所剩無忌 真姓嫌犯在落網後便稱因投資失利 被害人的投資現金早就已經懷勇殆盡 警方在祖賢曾國偉家中發現了一整片的愛馬仕包包牆 另外還有香脈LV等等精品 光是愛馬仕牆出估就至少有五百萬元以上 可見真的是賺很大 面對大批媒體的提問 男子曾耀豐僅冷冷的看了記者一眼不乏一語 他經營知名的網路借貸媒合平臺IMB 標榜高獲利誘騙大眾投資吸金超過二十五億元 造成至少五千人受害 大家急得上熱鍋上的螞蟻 他卻帶著女友享受奢華的逃亡之旅 隨身攜帶一百五十萬現金 住宿 吃飯都靠女友刷卡或付現 藉此規避警方查契 三日被逮捕時 他們正在宜蘭的高檔溫泉飯店度假 檢景進一步搜索他的豪宅 猶如進入了精品店 不僅有整片愛馬仕牆 還有各式精品及名酒 包括多箱路易十三及二十二箱 限量版日本響Kibiki名酒 知名雕塑家高校五的銅雕三尊 還有要價上百萬的LV限量行李箱 愛馬仕薄利包 一百三十萬的康康包 甚至還有兩個VIP才能定製的客製化手提包 總共四十八指名牌包 這些名貴的物品加起來價值超過五百萬元 僅僅四日訓後 依詐欺和違反銀行法等罪嫌 江振耀鋒和女友等八人移送法辦 哇 看完了整片的愛馬仕牆之後 我們來看這一位很常跟大家分享精品的王思嘉 他最近上節目時也拿出一顆愛馬仕包包 不過網友就發現說 這個包包怎麼好像長得怪怪的 質疑他是拿假貨上節目 那剛好最近有一名苗條達人陳若萱 他有在臉書上影射有一名女星拿假包 讓整件事情整個討論度更高了 對此王思嘉也有做出回應 陳若萱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過去在頂好名店城買衣服時 就有看過一名女藝人跟著媽媽到隔壁商家買假包 由於事主平常太常炫富 外界完全沒有想到這個人會去買A貨 後來又再發了一篇文表示 看到一名女藝人疑似拿假包上節目 帶女兒出門也會用跟觀影玩在一起 此事已經被國外網紅截圖 現在就坐等該女星澄清影片 陳若萱的發文被聯想為 影射王思嘉拿假包 對此他緊急發文澄清 兩篇講的女星是不同人 他第二篇文是希望王思嘉趕快發澄清影片 打臉那些質疑拿假包的人 而王思嘉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也回應表示 這幾天他和孩子都感冒身體不適 一開始真的沒空理這些傳聞 但既然大家這麼在乎 我們之後會拍成影片跟大家說明 再來關心到的是這一位南韓正妹直播主 企鵝妹 他最近是來台灣這個直播徒步環島 那其實他非常親民喔 在路上如果他遇到粉絲跟他簽名啊 或是要求拍照的他都會答應 其實有看到我蠻多IG的朋友有跟他合照 好像都剛好碰到他 先幾天好像在內湖 我怎麼沒有遇到 我也在內湖 我也有遇到喔 那天經過新北市的那個北海岸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拿著那個直播 但是因為我在車上 我就來不及停下車來跟他 所以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親民 願意跟粉絲們互動 不過呢最近出現一位狂粉 攔助他要求他上生日快樂歌 這讓他就忍不住落淚了 時候呢企鵝妹他也正式公告 他以後呢只接受拍照跟簽名 企鵝妹在不少新聞的YouTube頻道底下留言 發布公告提到他很感謝大家 對他環島挑戰的支持 台灣人的熱情跟好客 讓他既驚訝又感激 對於和他見面並且支持他的人 他都非常樂意跟他拍照還有簽名 不過話風一轉 企鵝妹坦言 有少數人要求他唱生日快樂歌 要他幫忙打廣告等等 對於他來說要拒絕別人的要求 或是直接說不 真的很困難 因為他不想讓對方感到難過 因此企鵝妹正式公告 之後他只接受拍照跟簽名 他不再接受過多的要求 如果大家能夠理解 他會非常感激 接下來會看到網路上近日非常受到關注的 也就是湖北一名武漢的幼兒園老師 他在抖音就上傳了交導兒歌的片段 還因此爆紅了 那他演唱的歌曲《小小花園》更突破益次的觀看 被網友封為蛙蛙蛙老師 而爆紅後他就嘗試開直播來聊天 一晚就收到了相當於十年薪水的斗內 讓他來果斷辭職 在什麼樣的花園裡面 蛙蛙蛙蛙蛙 種什麼樣的種子 開什麼樣的花 蛙蛙蛙老師精緻五官加上蛙蛙音 配合有趣的手勢 教導兒歌《小小花園》 粉絲數瞬間衝到超過四百萬人 而蛙蛙蛙老師嘗試開直播 瞬間遊路至少十萬人在線觀看 而且禮物斗內狂刷不停 短短直播一天就累積 40萬到50萬元的人民幣斗內 約177萬至222萬元的新台幣 而最後果斷辭職進行直播帶貨 三場直播共賺了200萬元的人民幣 近900萬元的台幣 看到網友瘋狂斗內 他瞬間哭了出來說 太高興太激動了 直播一天收入超過我十年的工資 謝謝各位大哥